各位跟著堂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年是2016年猴年 代表中國文化裡面最精髓 尤其台灣文化最精髓的可能就是這個 這個角色 今年是猴年 你可以看 這隻老猴 很有趣 尤其他手上可以玩的這個 這個 手可以轉 那這個布袋戲偶 這個是台灣文化裡面最精髓的文化 那剛剛講的猴子 我們這個只要是中國人從明朝以降 都受無神的西遊記的影響 全中國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女都很喜歡這個角色 其實整個來講 這個西遊記 與其說是 唐三丈是主角 倒不如說孫悟空是主角 因為他太搶戲了 唐三丈只是一個stupid的人 又懦弱又無能 而且耳朵很軟 耳根很軟 很多人如果說 你如果真的對佛經 對佛教有所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到 其實無神恩對佛教的 他擷取很多佛教的名相 但是他真正對佛教的經意 是所知盛淺 像比如說悟空殺 說悟空殺無禁 豬八戒 還有那個白馬 像這些角色都是假戒佛教的名相 但是他駐就了一個這麼偉大的一部 那個中國小說 老少嫻疑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 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 有那個西遊記 但是並不知道西遊記本身 在道教龍門派 在道教的龍門派 是全真道的龍門派裡面 他把西遊記重新解釋 重新詮釋 他認為西遊記整篇 是在講修道的事情 就是大小周天 整個是在講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看也洋洋灑灑 可以寫的寫的這麼厚 這麼厚一本書 那這個書如果有機會 大家有機會讀的話 你必須要懂得單道 也就是經絡 如果你不懂經絡 你讀這書你讀不下去 也不知所疑 那很意外的是 我曾經在胡適的那些文集裡面 我看到 胡適曾經有考證 中研研究院院長 大學者胡適曾經考證過 這個道教的西遊記 是完全是 等於是截取西遊記 重新演繹 這就等於說 一本兩解 當然這個是後來才有的 因為那個龍門派 也是在明朝 明朝末年出現的一個宗教 那當然在全真道更早了 那這個是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坊間很難很難倒的找到這個版本 那講到 講到這個文人 文人他們很有趣的 我常常一想到孫悟空 我就想到一個事件 就是台灣以前的那個 外交部長 叫魏錦蒙先生 魏錦蒙他們是一個書香門弟 這個官方子弟 然後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到國外去讀書 然後後來回國以後 他們是因為從小就是書香門弟 所以他們就學灌古今中外 是一個非常 講到文史他也有一大套 英文當然沒有問題 外國文化他也在外國生活很久 結果有一年的那個國慶日 就是當時那個台灣跟很多國家都有邦交 各國大使啊什麼 迎集在台北原山飯店裡面吃飯 只要有這種這種國宴的時候 一定的魏錦節目裡面一定會有 當時的復興俱校 那些做科生啊 就是京劇的做科生 會表演什麼呢 最那個最容易catch eye就是吸引人家注意的 就是女的演天女散花 男的大部分都演舞蹈 然後另外最精彩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美猴王翻跟斗 翻著人家 簡直把地心引力都給推翻了 那老外看了這個鼓掌鼓的手都腫了 那就問說 就問那個當時的那個外交部長 那個魏錦蒙先生說 那個那個角色 那個猴子角色 那個人辦猴子角色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魏錦蒙就講了 就講說這個是怎樣怎樣 脫胎至於印度的猴神 大概是摩河也納吧 那個講講講結果他講 因為久安而熱嘛 他覺得講是用語言是無法表達的 他覺得他認為說這個孫悟空的角色 這個深植於中國人所有的人的記憶裡面 所以他就講說沒有一個人不會 然後那個老外就說真的嗎 他當場就做了一個孫悟空的動作之外 而且就在那個紅地毯的走道上面 當場就翻了一個跟斗 注意喔外交部長在外兵前面翻了跟斗 你看有的人認為說他這個有點有失國格 但是我認為這是性情中人 現在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東西 在唐代禪奇裡面 就短篇小說裡面 有一個叫始祖 有的人認為說有一篇文章叫始祖 因為他有小說的情節 哪一篇文章呢 可能如果說各位有興趣可以到網路上去查 就是唐禪奇裡面講的 補江種白元祭 補江種白元祭 這個是一個文人 一個殷科的文人 這個偽作 假作他人的這個偽作 然後陷害就是污衊某一個人 污衊誰呢 補江種白元祭 他是講說有一個千年老白 有一個老老白猴 一個巨大身體很強壯的巨大 他專門擄什麼 擄美女 只要有他住在深山裡面 只要有美女經過 他就把他搶擄過來 男的可能就把他宰掉了 就把美女搶過來之後呢 就拼命繁殖 因為他身體很強壯 而且這不但強壯 還有一個呢 因為他千年老猴經嘛 所以他喜歡看古典 各種古典他都看 喝了酒之後 除了辦事以外 就是看書看文史 還有呢 寫著一首好毛筆字 各種書體他都會 各位講到這邊 你知道這個老猴 你就會發現到 他最後 這老猴最後 那個 最後還是有暴斃吧 那這個當然是這個小書的 這個 可是呢 他這首 這個 這個故事是影射誰呢 他是影射 唐代那個大書法家歐陽巡 我們從這個 就是我們像在台灣的話 如果你學書法 我們小時候學書法 學楷書的話 不是學那個細壽的柳公泉 要不然就是那個強壯的 那個 顏真卿 可是其實 那個 顏真卿的字 不是每一個都很好看 可是 歐陽巡的字 是每一個字 都漂亮 非常漂亮 他是非常 被公認為 楷書極者 現在學楷書的人 大概都從歐陽巡的 那個 大成功 李全民 開始 開始 臨摹 那這個故事 他是補江種白緣記 他是假冒什麼 就是說 那個江種這個人 他曾經寫過一個白緣傳 然後這個 因為亡屍了 所以他把這個白緣傳的故事濃縮 叫做補 就是 就是把它補魚 補足那個原來的白緣傳 其實江種也沒有寫這個白緣傳 那歐陽巡的其實身世蠻可憐的 因為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就有講 本文是自稱補江種所做的白緣傳而成 而這自然是假托之詞 唐使說歐陽啟 就是歐陽巡的爸爸 因謀反為陳武 就是他是後梁的那個時代 那個在唐以前有五代十國 所殺 他的兒子歐陽巡被江種 撫養成人 作者假托江種作品已失 自己是補作的 主要是為了增加作品的權威性 使人相信這是有根據而做的 事實上白緣生人根本是無稽之談 江種自然無從寫白緣傳 這個胡應玲大學者 胡應玲曾經批評本文 不但污詢 不但污衊了歐陽巡 兼以污種 連江種也一併污衊了 的確是不錯的 那這個補江種白緣劑 各位可以有空的話可以去 那個上網可以去查詢一下 補江種白緣劑 那我們再回頭 剛才我們講到說 孫悟空這個角色 孫悟空這個角色在齊天大聖 其實在福建這個地方 除了齊天大聖以外 還有通天大聖 就像我們講的替天行道 代天行道 衛天行道等等 注意看 這個就是典型的白緣 在補江種白緣劑裡面 他寫的非常的生活 他講說那個白緣 他有未光 就是怕光的那個現象 那那個什麼樣的人會怕光呢 什麼樣動物怕光 就是白子 白子他本身因為那個 那個DNA缺少 人色體缺乏色素 所以說他們很怕光 所以眼睛都眯起來的 那補江種白緣劑裡面 如果有機會看 裡面就有講說他瞇著眼睛 很怕光 然後看那個 看經典 從這裡我們可以推斷 大約推斷 當然那個人家會污衊那個 歐陽旬是因為歐陽旬 不遭人度是庸才 像歐陽旬這樣子多才多藝的人 那被他的當時的其他人 因為受到皇帝的寵愛 所以被當時的人這個污衊 那個是很容易被當時的人嫉妒 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從那個裡面 他為什麼不講紅毛猩猩 或者是黑緣 為什麼要白緣呢 而且又未光 所以我們來推斷 這個史書上有講說 歐陽旬的人 字寫得非常漂亮 可是人長得很像猴子 長得很醜 很像猴子 那不但像猴子 根據那個補江種白緣劑 根據我自己的推測 歐陽旬可能是一個白緣 他不但是長得像猴子 他可能是一個白緣 就是基因突變的那個現象 那我們再順便聊一下 這是我做的第一個偶頭 孫悟空的偶頭 已經開裂了 這個有十幾年的歷史 但我們很容易局限於孫悟空一定是這個造型 那我就認為說 孫悟空是最容易讓人家來玩造型的角色 我就設計了一個這個造型 側面看是一個圓的 正面看它還是一個突好有致 但是因為孫悟空是一個搞怪的專家 所以給他弄得很奇怪的樣子 很造型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本來這個造型是粉紅色的 後來這是紫年土做的 年久它顏色退了 退成白色 有點恐怖 我又給它加了桃紅色 再過一陣子它這個顏色又會淡掉 就恢復到我預期的顏色 今天我們這個猴年跟各位拜年 就講到這裡 那這個是西雲法師今年的莫寶 聰明靈巧 希望各位所有的這個朋友們 通通都能夠達到聰明靈巧的這個願望 謝謝各位新年快樂